151 香港相報 被遺忘在西伯利亞的雪炮中外史料對照下的東北抗戰 2015年7月12日封面故事 此01在月中歷史影像館舉辦的講座中 薩蘇先生講述東北抗日聯軍的故事 他的視覺是中國、日本與前蘇聯三國史料的對照 薩蘇有一種非凡的講故事的本領 者寫從沉重的歷史中畫掘出的故事 鮮為人知 讓人從原有的語境中跳出來一會兒 回想時有少中帶累 而他感動人的類點和動人故事都是建立在真實史料的研究之上 這就是歷史最動人的地方吧 香港相報記者林圖薩蘇時坤時及抗戰史研究者 根據在日本和俄羅斯收集的遷遇見珍貴文獻與實物 他寫成最漫長的抵抗一書 反映了包括東北軍、義勇軍、抗聯和民眾 十四年的英勇抗戰歷史 薩蘇說 中國抗戰是八年 東北從1931年918次到1945年8月15日 漫長的抵抗持續了十四年 他寫書的重要座證資料之一是一個嬌靈目的關東軍軍官 留下的相冊在滿紀念 涉於1937年至1942年 七百多張中的一百多張跟抗聯作戰有關 這些照片不是印刷品 從未對外公布 每一張都獨一無二的 雪地由文戰購星日軍上拆得之不易殺鬚雪 寧目在東北的第一仗就打得很慘 守山時後發現抗聯的物形 他騎著馬指揮步下往前衝 這時從抗日聯軍的物形圈似 起一槍 照片上 他打倒的戰馬 他舉著祖傳補都坐在旁邊等等細節都保留下來 類似的照片不少 包括他參加公主領日軍隊抗聯作戰訓練班 當年的教案 演示抗聯的物形 文件等等 授賣靈目上策的日本書店老闆並不懂上策的價值 開價二十多萬日圓 這是一筆筆小的開支 坎價不成 草草拍了幾張圖片 薩蘇決定放一放 回來的路上 這件事一直在他腦子水泉 特別是一張島在雪地上陣亡戰士震撼著他 有照片薩蘇還原出當時的情景 抗聯戰士趴在地上跟日軍對射 被擊中 日軍衝上來 先用腳把戰士踢回 再一腳踢飛武器 他的左手脫開了 第三步 用刀挑開腰帶和衣服 檢查身上有沒有爆炸物 不基本之類 這時靈目走來 拿出相機拍下照片 我懷疑這時他橫沒有完全死 他的眼睛微微增著 血沒有凝固 似乎在看著我 我甚至沒有想他是英雄 只覺得他是一個回不了家的中國人 他死得無聲無息 他在這世界上留下的東西就這張照片 我得把這張照片帶回去 在地鐵上 他廢不捨就一篇博文說地由文戰構聲 文章寫完放在網上 兩個小時收到二百多條回覆 幾乎同一個內容 給我賬號 我打錢過去 一定把他拿回來 他直賓書店 書店老闆第一句話居然說 我想通了 你說的直扣我接受 那天正是中秋節 一個團圓的直日 我就把這相冊接回家了 拿到相冊的消息放上網 又是兩個小時二百條回覆 所有知道信息的人都在等著結果 後來越研究 越覺得賣得值 好多東北抗戰中的事情 通過相冊得以考證清楚 戰士的情感與中北和他們格級 戰友終生不離棄抗聯兩任總司 凌陽正與將軍和照上至將軍先後犧牲 殘餘的部隊撤入蘇聯境內 成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裡 這是東北抗日聯軍最後一支部隊 他們接受蘇方訓練 穿蘇式軍服 受過散兵訓練 不斷以散降的方式入境作戰 在抗戰最後階段起了很大的作用 這支部隊女兵特別多 跟一般部隊不一樣 他們在俄羅斯受歐式分途 非常有魅力 而且他們全家吸了自己的戰友 抗一個離婚的 抗聯老兵是英勇的戰士 但在現實生活中不是完美的人 有的老戰士因爲戰爭的創傷 甚至身心不那麼正常 但他們全部白頭鞋老 直到我知道了他們有怎樣的故事 這些女戰士對自己的丈夫不離不棄 因爲他們之間有著不一樣的情感 因爲戰爭的殘酷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在日方檔案中找到一份資料 讓靖與將軍犧牲後 東北抗聯總政委魏請民給所有部隊發出一份通知 其中一份被日軍繳獲而保留下來 為避免全軍覆沒 魏請民下令撤到江北 他的命令是這樣的 雙兵、老人和女戰士撤向江北 男兵有戰鬥力的就在南岸堅持 女兵們撤到江北活下來 他們視眼看著男戰士為保護他們戰死在江的南岸 這些男戰士有能活著回來的 對他們來說都是真寶 不僅僅是愛人的概念 這輩子都會對好好對他們 不管這老頭鞭得多混蛋 魏請民政委是山西人 被派到東北參戰 善畫畫 書法也很好 一個文人 成為東北抗日聯軍在境內最後的領導人 最後 魏請民也留在南岸 犧牲在南岸 頭顱被日軍撼下邀功請賞 李敏陳雷的故事抗聯女戰士李敏後來和戰友陳雷結為夫妻 陳雷見國後曾任黑龍江省省長 省委書記 戰士的情感與眾不同 李敏陳雷的愛情頗為曲折 陳雷的回憶陸中 寫道的戰友都是真名實勝 只有自己的愛人李敏他用 L.M.代稱 兩人因爲戰友善意的環笑被戀愛 也因此違反紀律相相受到組織處分 李敏從廣播原罰去養兔子 陳雷從軍官老到戰時 陳雷入境作戰特別英勇 一次子彈打斷了他又被撈動物 血噴出一米高 戰友握起蘇色紙血帶 壓上一個 又壓上一個 仍然擋不住 這樣流血會死人的 陳雷在回憶陸中寫道 我一定要讓自己活下來 因爲L.M.還在北邊等我 他埋了一根樹枝 樹皮一裂就插進了自己的動物中 騎著戰馬殺回蘇聯 李敏文信趕來 見到陳雷受得不像樣 當直大哭 陳雷後來得以對他說 你大哭的時候 我最欣慰 因爲我知道你心躲扣居 是 兩人就這樣成了 將軍 其次和形地東北抗聯慘力漫長的抵抗令木上策歸 若現一早1938年拍攝的連續照片 表現了日軍討伐隊與抗聯一次戰鬥的經過 令木所在日軍追擊一支抗聯部隊並發現了他們的物形 在半途大路下忽曉發動攻擊 至少三名戰士衝出物形的目督阻擊日軍 不幸全部犧牲 在一張陣亡戰士的特寫中 令木寫下說明 身著便衣 在營門用手槍向外射擊 被擊中了空倒地 對其駐石強心針搶救 但他最終傷寵而死 知死一言未發 沒有任何口供 另一張圖中 兩個入軍展士轎獲的旗幟 洪底 尚聚三火王星 考證為東北抗聯第三軍留守團的軍旗 這也第一次發現抗聯的軍旗圖片 東抗活動的區域主要在小慶安嶺的北滿地區 吉通和長白山南滿地區的 分別由照上至 周保中和楊靜宇三位將軍領導 楊靜宇將軍隊伍人員最小的 只有一二千人 但他威脅到瀋陽和長春 最令日本人頭痛 楊靜宇堪稱游擊戰大師 身高1.9米的他 在哪個時代的中國人中簡直就像尊天神 他打仗特別靈活 能拖著日本鬼子在樹林子中走上半個月 一點不著級 發現有機會 趴一下打出來就是一個大聲像 趙上至將軍是黃埔軍校六旗學員 他的部隊有炮兵 實行軍銜制 作戰正規用猛線於打硬張 他的部隊平時在山氣 靠一個一個物形基地組成根據地的主幹 物形基地的圖片在寧獄上冊中也有發現 在大型因 防止是木頭堅的 甚至有國際電台 被伏廠 供部隊駐紮 休整 訓練 雕堡是普通的木頭造成 兩層隔駁粗的木頭十字交叉達成 子彈打不穿 仍地山背後滑了地球 是天然的冰相 日軍地圖上的廳指1946年 五常史拉林河上游發現有一支部隊 跟誰都不接觸 狠詭秘 直到發現他們是東北抗聯第十軍軍長 讓汪雅臣將軍的部下 汪雅臣早在1941年被叛徒出賣為國殉蘭 陸臨出身的汪雅臣臨死前丁竹部下 你們什麼都可以做 就是不可以投降日本人 這些人就在山氣 此了一個債子 之手 他們也種地 不再開闊地種地 就為著一伙伙大樹種 日本飛機偵查時看不到 薩蘇先生收集到日本關東軍一套作戰地圖 地圖顯示 1942年後 五常拉林河的上游就飆上了一個黑圈 旁邊四個自雙龍殘匪 雙龍是汪雅臣 日軍知道有一支汪雅臣的部隊 淡打不掉他 這個圈就像一個聽子一樣 一直聽在入軍的作戰地圖上 直到日本投降 這支部隊的的結局卻令人唏噓 他們下山後不久因別工作未結束 國共兩黨再次開打 組織徵詢意見 繼續當軍人南下 還是願意就地當農民 這批戰士一致選擇當農民 打了十四年仗 真不想打了 他們中沒有出將領 沒有出英雄 就漸漸被遺忘了 但他們的存在代表了一個事實 東北抗戰十四年 沒有全境淪陷 中國有一支部隊 一直在東北沽首一片土地 一代天驕以新許國來自清華的抗聯 將軍門抗日聯軍在東北遭到入軍重創 原因薩蘇先生分析 與其高層領導人出身高級知識分子 基本沒有打仗經驗有關 比如抗聯三個重要領導人 第十一軍副軍長張甲州 第二陸軍總政委馮仲雲 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於天房都清華大學學生 中共考霸張甲州畢業於清華政治系的張甲州 外號中國共產黨的考霸 特別善於考試同時特別喜歡鬧事 首次高考 以黑龍江省第一名的身份考進 齊齊哈爾工業學院 北九鬧學潮被開除了 他去到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黨給他派任務 我們要在北大搞學生運動 你口進北大行不行 他口進北大物理系 沒多久又被開除 正信黨組織意見怎麼版 組織說 你能不能再考進清華去呢 答 好 我考進清華 馬上以當年第二名的成績考進清華政治系 張甲州環是個替考大王 他先後替五名共產黨員考試考進清華 在清華 他和胡喬木拍檔 人稱張甲州的嘴 胡喬木的腿 徵造到為中共北京市委大書記的位置 一個非常優秀的人才 在東北他拉起一支五千人的部隊和入軍作戰 這個優秀的口巴士腰腹部仲膽戰死在黑龍光戰場上 他的夫人流向書一直沒有在的 萬年有人問起原因 他說 他太出類拔碎了 我這一生不爭再見過他那樣的人 第二六軍總政委馮仲雲是中國數學界 物理學界電機人洪興來先生的大弟子 洪先生回國後清華朝的第一個研究生 馮仲雲沒有成為數學家、物理學家 他到東北打了十四年像 今日成爭是他的部下 抗戰勝利後 他從蘇聯返回祖國 擔任瀋陽景被副司令 建國後爭出任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第一任管長 戰場上 馮仲雲負過重傷 狗死一生 最艱難的一遲 戰事全島下了 他受傷躲在一火樹後 握著一把子乘幾火子彈的手槍 眼見著一隊日兵握著一個叛徒手索 著朝他的方向走來 越走越近 這時 叛徒只著地上雪 這個人就是馮仲雲 日本人撼下地上的抗聯軍戰士的頭顱撤走了 他僥幸逃生 帶著雙展轉回到部隊因 是 於天放將軍的全棋殺鬚雪 於天放是東北游擊戰中最優秀的指揮官 他指揮的游擊隊從1931年一直戰鬥到1944年12月 他自己扶相避敷 避敷後 他的全棋還沒有結束 他居然越獄逃跑 在完全沒有接應的情況下 患打死了一個日本看守 戰後審問日本戰犯 證實了他的機智勇敢和所有的細節 甚至找出了他打死的日本看守石院兼正 當時34歲 日本神護人 他是青華式的越獄 進監獄後 他首先通過牆上一面小窗護照射進的陽光投射國和入旗 推船出驚偉道 判斷被關在北看監獄 一天日本人亡關窗 由外面火車的闊嘯聲幫他證實了自己的判斷 當時是12月 外面一片荒野 逃出監獄也跑不遠 他就想 要拖延到青沙漲場起來的時候 他逼著日本人吸上電影 上營後馬上假裝軟了 假意合作 同意畫出聯絡地圖 拿著地圖他開始多疏 說 我師知道的 但是現在老子陀戶 是必糊塗 或不出來想電影後約25%的人會出現頭腦分圓狀態 需要養一養就這樣 他被養起來了 養的過程中 他積極準備越獄 並利用提審的機會 草草藏起一把吊在地上的壁爐門把 成為後來越獄的武器 用東北抗聯的密碼敲牆 他聯絡上關在隔壁的抗聯二勞軍軍軍調英勇 兩人商量好越獄的一切細節 發現沒到過節時 只有一個看守在 他們決定對殘暴彈警覺性交叉的石院 兼正兼正下手 於天放用壁爐門把襲在石院兼正腦袋上 這日本鬼子挺頑強 拼命哭吊 於天放把手在他嘴因 他居然擺於天放手指頭咬下來一折 放到看守後 兩人用藥匙一度一度打開腳撩手銬 一度一度開門跑到外面 逃過最後一度綱哨 成功越獄 在一個拆路口 兩人灑淚而別 分別走了兩條路 因為知道日本人一定會追來 兩人必然有一個被捕 日本人追擊的方向 是趙英勇逃跑的方向 他在被捕後被殺害 於天放躲進老百姓家中 直到迎來勝利